建筑冒出浓浓黑烟透着火光 乌克兰南部城市奥德萨移出市场 19号遭俄罗斯轰炸 消防员迅速赶往现场扑灭火事 奥德萨是乌克兰主要出口谷物的黑海港口 在俄罗斯退出黑海谷物昌翼后 已经连续两天遭到轰炸 乌克兰检察总长办公室表示 这是奥德萨港口至今遭遇的最大规模攻击 多项设施被破坏多位平民受伤 包括一名九岁男童 同时也导致港口附近准备出口的六万公顿 谷物遭到摧毁 随后泽伦斯基在Teregram发文 痛批俄罗斯刻意锁定谷物协议基础设施进行破坏 不过他在18号释出的访问中早已强调 乌克兰并不害怕莫斯科退出黑海谷物昌翼 这就是需要我们的伙伴 不过我们的国家和俄罗斯特斯坦 他们也不害怕 甚至没有美国的国家 我们必须能够使用这个黑海谷物昌翼 我们也不害怕 莫斯科方面则表示 若希望克里姆林宫重返黑海谷物昌翼 联合国应该兑现协助俄罗斯粮食和肥料出口的承诺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沙卡洛瓦表示 联合国有三个月的时间达成具体成果 若俄方对成果满意才会重返谈判桌 乌克兰古物昌翼 无法取到黑海则需要透过欧盟东部 但目前波兰匈牙利等五国 应担心污谷进口影响国内市场 以呼吁欧盟延长原定九月中到期的进口禁令 如今俄罗斯将黑海谷物协定作为谈判筹码 恐将对农民生计以及世界粮食危机 造成巨大影响 欢迎入咒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